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路满一年 那么第一条开宗民意就说 要保护纳税人赴税的公平 但是从这个案例来看 这句话可以说是个讽刺 在淡水有一名菜姓老农 十年前被政府征收了六成农地 剩下的四成土地无法耕作 所以他卖给了建商 也缴清了所有税款 但没想到两年之后 国税局又来追税三千多万 而他认为这根本是一个乌龙税单 所以求助纳保官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 反而被开除了六千四百万的税单 这个金额比起原来还多出了一倍 而这也显示纳保法 似乎根本无法保护纳税人 记者金如新和卢宗佑的调查报告 现在看到的住宅以前都是农地 蔡姓老农三兄弟民国67年购买了一块一千平的农地物农 当时因为法律的限制 农地只能登记一人 97年被政府强制征收 补偿发回了四百坪土地 104年卖给了建商 一把缴欠了土地增值税 106年却收到了税单 国税局仅评一策 认为卖地所得是兄弟赠予 特征赠予税三千多万元 跟政府做这样子一个区断征收 感觉最后是被政府欺骗 为什么说政府欺骗 原来针对老农三兄弟卖地给建商 该不该缴税 国税局解释含令居然有两个版本 老农拿出的内容显示 不是自耕农才要缴其他所得 老农三兄弟是自耕农 所以不用缴税 但是国税局拿出的 同一个文号的韩式 却删除自耕农 变成不管是不是自耕农 都要缴税 我觉得财政部很会做 这方面的扩大解释的范围 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 其实大法官视线 最多宣告违宪的 都是这些韩式 过去些年 就有13件赴税韩式 被大法官宣告违宪 都是因为超越母法 可能被引用形成错判 这个非常非常扯 那同样很讽讽是 纳保法在正式施行后 也要求财政部 你要针对9600个这个韩式 到底有没有违法 不仅韩式有阴阳版本 纳保法保护纳税人 到底是不是完真的 我们也去跟税官说 我们已经找纳保官了 结果税官的反应就很讶异 她说你们找纳保官 金流就不要谈 大家都不要谈 一开始的税务协商其实不顺利 蔡佳这时候突然想了 有纳保法耶 所以决定要找纳保官来协助 就没想到人不找还好 就这一找就被开了6400万的税单 找纳保官协助税务争 有没有用 律师陈祖祥有亲身经验 好 陈律师 不要这样子 这个纳保官说真的没什么用 我说怎么会没有用呢 陈律师你不要这样子为难我们 说你也不要为难我那个同事 纳保法第20条规定设置纳保官协助纳税人 各区国税局有99位纳保官 一年结案不到200件 相对一年4000多件的税案复查 成效不彰 照理来说他应该是一个仲裁者 但是他确是由鸡征人员 那边的人所担任的 那这个一定会有利益冲突的问题 一个礼拜工作5天 他可能半天当纳保官 其他天做鸡律师 纳保官所监督的 所以人民就不太信赖他 纳保官的利益到底是在哪里 这个纳保法有什么意义 对我来讲这个纳保法根本就 就是一个假的 纳保法上映至今 外界质疑 部分条文太偏向税捐机关 而不是保护纳税人 财政部我的感觉 现在就是还是以税收至上 以这张台北国税局韩文为例 当事人107年申请营业税退税3万多 结果只准退税15000多 为什么要多扣一万多 没有任何理由 也不可以说没有写理由 也没有计算公式 这个都不行的 纳保法第11条第5项 规定大量做成了行政处分 不用庶民理由 合理吗 今天接到税单 你磕税的理由 原因理由跟我不一样 那怎么可能 完全不用付理由 这好奇怪 你可能被多磕了 你也不知道去主张权利了 纳保法第21条 征送案件 原本建议超过8年 税捐机关不能再磕税 结果立法改成了15年 也不像保护纳税人 行政执行法 也是规定5年而已 那怎么会可以延长到15年 这是无法想象的 纳保法第9条当初立法 希望每两年检讨大量韩令 有没有违反法律规定 结果立法变成了4年 导致老农案该不该缴税 出现了两种韩式版本 如果我基增机关 我可以自己来诠释 自己制定法律 然后又来解释法律 那就跟皇帝一样 会成为税灾户的 百分之90都是小资助 以老农案为例 一成为税灾户 几乎难以平反 学界呼吁 纳保法可以修得更好 成为依法纳税的依据